非常嚴重的遺憾 第四點 為什麼這個事情 華人銀行啊 會有這麼大的抗拒力 因為從多年以來 我們的 銅園建設 負責人叫廖銘雄 他是福華飯店 主要的一個 股東 那麼在 就在近南路 目前在近南路52號 等等 周遭的建築物 這邊實施所謂的 都市更新 事實上我們所瞭解 一開始是把 近近南路50號 也併入他的都庚範圍 只不過說因為經過各位 委員把列入歷史建築以後 目前我們所看到的 這個實施 都庚的實施的相關的 計畫案裡面已經把它排除了 排除了 那我相信啊 華南銀行和華南金控 在這方面的話 應該已經減低了 這樣的一個內部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我嚴重質疑 華南銀行多年來 抗拒歷史建築物的動機 以我一個議員來講 我嚴重質疑 那麼第四點 行政法院法官的論解 我覺得有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上一次各位 文字委員所做的決議是 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物 這就叫做無意義通過 那麼華南銀行的代表 也在現場嘛 他竟然跟法官論述是說 說這個 因為啊 沒有看到有二分之一的委員出席 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 也就是說要表決啦 他的意思是要表決 那麼如此說來 我們議會的議員在議會中 所有無意義通過的 是不是以後我們通通 只要有人事後提出來質疑的話 我們就要翻案 我們行政法院的時候 都說要重來 要重來 議會重新開 所以我們的行政法院的法官啊 要求啊 等於他的要求 等於修改了會議規範 不能用無意義通過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遺憾的 最後華南銀行啊 在數月的時候一直強調 我們這裡沒有壁爐啊 沒有壁爐 但是呢 我們啊 因為有煙囪 所以就用推薦說他有壁爐 那事實上剛剛也看到了 有兩個開口在那邊 壁爐到哪去了 講白句話 時代變遷 因為使用上需求沒有這麼大了 所以呢 被華南銀行啊 後面在修繕的人破壞掉了 我覺得華南銀行 破壞了壁爐 我不怪他 因為他不是歷史建築 當時沒有被列入歷史建築 可是他把壁爐破壞的行為 竟然拿來否認說我從來沒有壁爐過 我沒有壁爐 我覺得這一點啊 我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所有的歷史建築也好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僅供各位參考 謝謝 好 謝謝 其他還有沒有補充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還是一起正式進行 發佈 好 等一下 那委員 陳雷瑩議員 陳雷瑩議員 來 陳雷瑩議員 主席我發表一下我對這案的意見 因為上一次我是召集的 前一次當然我不是召集的 不過在法律的文件裡面 我被寫成是自首遮天的那個當事人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 因為我知道上次的會議的時候 我才收到資料 所以過程當中 針對法律訴訟的那個過程 其實我們委員們其實都不了解那個過程 那顯然從結果而論 就是我們後來看到了相關的文件之後 我們再去做確認 其實在訴訟的期間 有一些過程 其實我覺得文化局這邊其實可以 讓我們委員們 就如同之前新婉教老師其實有提到 針對相關的訴訟 其實因為我們委員比較了解 其實可以到現場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那個司法單位 但是我覺得如果必要 應該讓委員們去協助處理相關的過程 那針對這一次我們重新check 我建議在我們的處理情形所提的內容裡面 爭論一些東西 因為事實上整個事件的發展 我覺得對文資的保存其實是一個傷害 非常大的傷害 那不只是剛剛議員所提到的 那我覺得法院從他的專業的角度 做了最後的裁決 我覺得我尊重司法 但是就剛剛所提到的三項 那個被判決確定的理由 事實上我們在上一次的會議裡面其實都做確認 那所以我建議針對這個部分 在我們的那個辦理情形的部分把它寫出來 讓整個事件可以有比較清楚的說明 那我這邊的建議是這樣子 就是經查 這個案子有沒有壁爐 有 從那個相關的那個文件跟圖紙裡面 其實有看到那個剛剛的那個圖索裡面 就是剛剛簡報的時候就這一個 這個就是壁爐 原來的壁爐 在改建的時候1961年的時候其實有出現 那那個位子 剛剛那個承辦人其實也說了 那第二件事情 宋楚瑜有沒有入住 那個上次的時候我也提供了一份文件 是國家文化資料庫的歷史照片 當時有很多的照片 因為宋楚瑜那個準備選總統 離開那個省長 所以很多的記者在現場就留下了歷史照片 那這個是國家的文化資料庫 所以可以查得到資料 那我們承辦單位這邊也有 那他寫的就是那個宋楚瑜 離開他的官邸 那這個部分我想資訊其實也非常的明確 那再來是第三個 就是職務官社的格局 那其他相關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建築的專業或建築史的專業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的角色 那這個部分其實從一般民眾的角度來看 其實不容易談及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不需要做這個意見的這個溝通 從職務官社的角度來看 那個旁邊的那個警衛士 就是非常明顯的一個證據 只是在訴訟的過程當中 因為委員們其實沒有辦法提供適當的這個協助 我想在論述的過程 當然最後最終我們選擇不上訴 我想就定了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是在1月的那個會灘的基礎上 我們重新再來一次 大概我做以上的說明 可能有一些意見跟證據 我想一併補進來我們這次的那個提案裡面 其他委員還有指教的請 主席 我想由剛才華南銀行的代表 提到那個我們建築物跟那個美元有什麼關係 跟我們美金有什麼關係 基本上我們去認定這個文資價值 我們也看到了這個房子的本體 它確實就是有從我們台北市裡面的 包括了美軍的一些高級文官的宿舍 包括了陽明山的美軍的這樣的一個聚落 還有我們這一棟的建築物 它的格局它的形式 就成如我們在這個指定的旅遊裡邊的 它具有的美元10級住宅的特色完全符合 所以我們在會刊的時候 因為第一次真的是受到阻擾 沒有辦法到室內去看 第二次也是經過拜託以後協調以後 所以才能夠讓我們文資源到室內去 把這些證據再把它做補償 所以我想再一次的跟我們這個華南銀行的代表 說明一下 在我們專業的認定來講的話 這些特色真的是我們在台北市的所有的 美元宿舍裡面它是一個共通性 所以像我們昨天到龍江 前天到龍江路的46項 6號、8號 那邊是更高級的文官宿舍 它的格局也是跟我們華南銀行的代管的這個建築物 既然路10號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想就這個部分 就我個人的這個意見 還有我們今天審議的這個 你辦的理由 裡面我是再一次的強調 它確實有這個美元宿舍的這樣的一個特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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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委員還沒指教 怎麼樣 怎麼樣 沒有 那我們針對剛才委員的指教 那我們這個 剛才那個上海銀行代表要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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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沒有其他的意見的話 我們 就還是建議照這個 禮辦的這個內容來通過 好不好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今天會議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